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2日 星期日 要跟大家說一下大陸最近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螞蟻集團 被要求 用這個根據銀行的規矩去經營 成立一間 金融控股公司 所以 螞蟻在如此嚴重的打壓之下 它不可以再做回以前的互聯網平台 爆發力也是大減 所以它的估值 由3200億美元 跌到290億美元 跌了九成 現在不單只是螞蟻那麼簡單 還是有13家網絡巨頭被中國的監管當局約談 被要求類似螞蟻這樣的標準去整改旗下金融業務 而且限制 去境外上市集資 所以 未來的金融行業 面對環境是十分困難的 那麼我們 在詳細分析以及 讀新聞之前 記得支持六個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後備頻道現在跑贏了主頻道 因為主頻道好像植物人一樣 所以大家應該 多多留言 share 點擊 擊沒他 刺激他 讓他起身 好了 先說一下這個螞蟻集團 跟著先說這13家 螞蟻集團 現在的估值 大跌了 為甚麼 這個監管機構約束螞蟻集團 他估計接下來的增長 會由去年的30% 跌到只有10% 盈利的前景就會拖累 好了 現在螞蟻集團 現在的估值 是用一個金融 之前上市3200億美元的估值 是用一個科技公司的角度去估值 但是如果 現在給這個中共的監管機構 用回他這個金融機構的方式 首先他要面對很多問題 很多限制 而且他的盈利能力也會大跌 加上 大陸的金融股 一般都是只有幾個PE 而這個科技股就賣了幾十個PE 所以估值相差10倍又多 意味著這間金融科技公司 又變成線上的借貸支付 變成 一間 銀行 這樣的形式 好了 所以 他的消費貸款部門 花背和借背 也可能會被 撤斷 有十幾億用戶的支付寶關聯 問題就大了 他可能不可以再做這類業務 這間公司還要降低他餘額保理財服務的規模 第一季就要減18% 這樣的情況下就糟糕了 有金融的分析師就認為 無論有沒有馬雲 中國金融科技巨頭的螞蟻集團 他 接下來的地位也會下降 馬雲現在就算有控股權也沒有用 將來有機會被逼出售所有的東西 好了 那麼 螞蟻集團 如果把它當作傳統銀行 即使好像招商一樣 增長 增長速度最強的銀行 他的估值 也不會超過 4920億人民幣 他在不利的情況之下 市場 根據中國金融指數評估螞蟻 他的價值 只是會是大約值1860億至2450億人民幣 這樣就糟糕了 所以 螞蟻被大規模的壓縮 然後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 也約見了另外的13間網絡巨頭 這13間是哪13間呢 人民銀行網站公佈 銀行、銀寶監會 證監會、外匯管理局等金融管理部門聯合 對從事 互聯網金融的網絡平台 進行企業約談 包括騰訊 杜曉滿金融 原稱是百度金融 京東金融 字節跳動 美團金融 滴滴金融 中金所 天星掃科 360掃科 新浪金融、蘇寧金融、國美金融 葵程金融等13間企業的 實際控制人或代表都要讓他們約談 金融管理部門指出 近年來網絡平台雖然在金融效率和普適性 有一個重要的作用 但是也存在無牌或超出許可範圍 從事金融業務 公司治理經濟不健全 監管套利不公平競爭 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等嚴重違規的問題 金融 管理部門提出整改要求 堅持 這個金融活動全部納入金融的監管 金融業務必須持牌經營 而且企業支付業務要回歸本源 撤開支付工具和其他金融產品 的不當連接 嚴耗非銀行支付帳戶 向公眾領域 擴張 提高交易透明度 糾正不正當的競爭行為 整改要求還提到了 要打破資訊壟斷 嚴格通過持牌微信 持牌的徵訊機構 以合法合規 展開個人徵訊業務 同時會加強股東股權結構規範管理 並嚴格落實審慎監管要求 將 規範企業發行 ABS 以及附境外上市行為 加強保護消費者的機制 加強監督 并規視與第三方機構的金融業務合作等等 看完這篇文章 說了那麼多八股文之後 其實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他們對於這些互聯網金融企業 或者這些互聯網巨頭 以往他們是不會管的 管不了的 但是由於他們 附境外上市好 或者是香港 將他們的業務撞到很大 騰訊 阿里巴巴美團 三隻加上超過10萬億市值 大家想想多麼可怕 以前工商銀行一度是全世界最大企業 有幾萬億市值 但是現在原來 已經不是了 不單止如此 他們的影響力剛和日下 你想想大陸的金融股 工行 建行 都是賣幾個PE 低到大家都 沒辦法想像的 是不是 這樣的情況下 中共是沒有可能 由得你這些互聯網企業一路撞大下去 它撞到那麼大 你想想螞蟻一棍就可以吐死你 螞蟻金服 加上阿里巴巴 現在很明顯是要把馬雲抄家 抄了一個馬雲還不夠 要抄馬化騰 然後還有美團 京東 其他的百度 全部無一行臉 現在的形勢 越來越像50年代 53年的公私合役前的紀念 他們進一步 蠶食這些巨企 因為他們覺得這些巨企已經沒有辦法再控制了 只能夠用鐵盤手段 例如螞蟻 值幾千億美金 一下子一棍吐下去 現在只剩下 一成也沒有 你想想 估值3千2億美金 現在只剩下290億美金 只剩下8% 這樣一棍吐下去 他們寧願是 但是也不會讓他們 在境外上市 因為其實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習近平受了一個很大的刺激 就是去年 最近一次的美國總統選舉 他們看到一些互聯網巨企 可以對一個總統操以生殺大權 可以禁止他的言論 禁止他的言論 甚至他可以判斷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當然在美國被中共收買了Facebook Twitter 或者YouTube 他們就把這些對中國不利的消息屏蔽 甚至乎 是 將他們刪斷 我們就是受害者 我們就是因為 揭露這些消息 長期被Facebook打壓 而YouTube 最近一次就是因為 疫苗 我們是因為中共疫苗 被封鎖一個月 接近一個月 你也可以看得出 中共 水能覆舟 亦能載舟 他們明白的道理 他們知道互聯網金融可以收購 互聯網企業 可以付錢收買他們 讓他們幫中共做事 亦都可以 被美國政府收買 或者被美國政府利用 而去打擊中共 當然阿里巴巴 騰訊 京東 這些巨企 美團 亦都可以 成為了別人攻擊中國的 其中一個利器 因為他們 掌握的互聯網數據 大數據 他們掌握的資料實在太多太多了 全中國擁有最多數據的 不是中共 而是他們 當他們一旦落入敵人手上 又或者被敵人利用的時候 他們覺得中共的政權是岌岌可危 所以 接下來 很大機會 會是逐隻閹割 逐隻收購 當然不是用錢收購 而是用政治收購 到時會發生甚麼情況呢 就是這些企業 成為中共公私合營的 屠刀折合的亡魂 而這些巨企 很大機會 是被中共 扼殺而掐死的 好了 大家 知道近這10年8年 中共的經濟起飛得那麼厲害 就是因為這些互聯網巨棄 共產黨是不懂得怎麼管理 不懂得干預 也沒有什麼干預 是使得他們 不斷膨脹 不斷坐大 也使得實體經濟帶動得很厲害 很多人 在微商 透過這些互聯網做了很多生意 賺了很多錢 也創造了很多財富 現在共產黨要管 基本上 我可以就認為這個是中共 走向下坡的一個 罪幕 好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 那麼多 接下來再跟大家跟進報導 拜拜